以太坊有坎坤升级 比特币明年第一季度也有重要的中本冲升级 可能会成为引爆下一轮牛市的导火索 但现在还没有被市场关注和炒作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alkTrend的节目 我是Cash 如果加密货币领域中我们只能说出两个币种 那一定是比特币和以太币 下一轮牛市中以太坊中的DeFi去中心化金融表现优异 进一步奠定了以太坊在金融圈的地位 板块会流动 现在2023年末 如果没有出现黑天儿事件 我们或许即将迎来下一轮的牛市 相信不需要多说 市场的关注度 开发人员的热情 投资机构的资金 都很明显的涌入了比特币的生态 但是大家知道吗 除了名闻之外 比特币的生态一直都有勤勤恳恳在研发的团队 可以说2024年 我个人最期待比特币生态发展的 就是他们家的Layer 2 二层网络 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 其中的龙头 Stacks 正是开始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2010年 Satoshi 这个比特币创办人在论坛当中留下的一段话 这也是Stacks二层网络 背后的目标和理念 Do be a completely separate network and separate blockchain yet share CPU power with Bitcoin 成为一个独立的网络和独立的区块链 与比特币共享 CPU算力 All network in the world would share combined CPU power 全球所有网络将共享 合并的 CPU算力 简单来说 Satoshi也曾经希望有其他独立的区块链 共用比特币的POW工作量证明机制 有庞大的CPU算力来确保区块链的安全性 虽然当年Satoshi说这段话的时候 Stacks还没有诞生 但其背后的愿景完完全全和Stacks一致的 他们通过独特的Proof of Transfer 来确保Layer 2的数据 获得比特币网络安全性的支持 这一个项目现在已经是比特币二层网络当中的绝对龙头 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研发 2018年竹王上线 2019年甚至拿到2300万美金的融资 背后的机构有几个比较知名的 比如说是Hashkey Spotan Digital Currency Group等等的 为了确保Layer 2的数据 能够不被篡改提交上去比特币的公链 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激励措施 所以他们推出了自己的公链代币 叫做STS 总量18亿美 目前已经有14亿流通于市场 FDV大概是28、29亿美金左右 目前排名全网第42名 大家可能好奇 代币大部分已经处于流通状态了 为什么还能够维持这么高的市值 原因很简单 因为市场认为比特币的二层网络尤为重要 所以State的想象空间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比特币二层网络存在的意义 到底是怎么样维持这么高的估值 没有错 比特币很棒 去中心化 不可篡改 目前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权力机构 有能力对比特币进行双化攻击 但是比特币的弊端也很明显 它只有很简单的即将功能 没有智能合约 出块速度也很缓慢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 没有办法发展DeFi 大量的比特币只能存在区块链之上 不能成为生息资产 这就很浪费 所以比特币二层网络State这个项目就应运而生了 共享比特币POW的安全性的前提下 在比特币之上搭建了拥有智能合约的layer度 在State这个二层网络之上 你就能构建DeFi NFT 甚至GameFi 任何以太坊智能合约能够构建的产品 理论上State都可以完成 当然比特币要构建智能合约和二层网络的技术 要比以太坊难上不止一丁半点 所以现在State的使用体验非常差 一笔交易你可能要等个20多分钟才可以被确认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他们的生态跑一圈 在他们的应用程序当中 可以把你的资产从比特币组网或者其他的EVM公链当中 跨链过来 目前他们已经有蛮完善的基础设施了 如果你想要探索他们的生态产品 可以在官网或者DeFi拉玛的网站当中检索 State已经有了很基本的DEX, CDP, Liquid Staking 又等等的项目 相对而言他们的TVR被这个名为Aless的项目所垄断 如果你来到State的公链当中 你要探索DeFi世界 这款产品可以说是必用不可 他们有一套AMM的模型的交易池子 也有orderbook的模式 甚至连Launchpad都有了 但是近期的Launchpad表现不是特别好 如果大家要参与记得谨慎再谨慎 最近我也打算深度去体验他们家的产品 可能之后可以出一些视频 带着大家手把手玩一玩和介绍 毕竟它是比特币二层网络龙头当中 State的龙头项目 如果之后市场关注到Launchpad的生态当中 这个项目大概率是最大的受益者 当然State也有自己的NFT市场 如果大家欣赏艺术品的话 可以来到这个名为Gamma的NFT平台 目前公链的NFT龙头是这一只猴子 地板价现在是435枚STS 折合美金大概是600到700美金左右 如果大家想听其他比特币生态项目的分享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项目的名字 让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研究和探索 搞不好可以成为一期的视频内容 虽然State目前的使用体验不理想 生态也不是特别丰富 市场的炒作也还没有到来这条公链 但我依旧很期待他们未来 尤其是明年的发展 因为它即将迎来巨大的技术升级 重要的程度完全不亚于 以太坊的坎坤升级 明年第一季度的升级叫做Nakamoto的升级 如果顺利可以解决三件事 第一能够在二层网络当中创建SBTC 完全由智能和约锁控制 以比一与主网的BTC相对应的代比 这和目前所谓的WBTC 或者其他的BTC是不一样的 目前其他类型的比特币 都是由某个中间托管机构 来锁定比特币并且发行的 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 大家应该都知道 比特币圈子有一批的信仰者 他们坚定的要求去中心化和安全 所以这批人呢 他们就不会去使用所谓的WBTC 来跨链去到以太坊当中玩DeFi 当这一次的技术革新之后 SBTC会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包装比特币 大家不要小看SBTC的意义哈 目前比特币占据加密货币48%的市场占有率 以太坊只有16% SBTC是有望去撬动上千亿比特币市场的 只要有一丢丢的比特币持有者愿意锁定Bitcoin 然后变成SBTC来到State当中玩DeFi的话 自己的比特币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而且State这个二层网络的锁仓量会大大的增加 所以State这个二层网络 它的DeFi上限是非常非常高的 第二个特点 Nakamoto的升级可以进一步加强State的安全性 成为靠谱的Layer 2 第三个是加快交易确认时间 从目前20多分钟会提升至5秒钟左右 每一笔交易5秒钟能够被确认的话 这个改进的感受会非常之显著 只要解决了使用体验不好的问题State 引入更多流动性之后 大概率可以吸引到更多用户进入 也会有更多开发者和新项目 在这条公链当中出炉值得大家期待 但是我还是要说 这期视频分享的内容和利好 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以落实 按照他们的路线图 Nakamoto的技术升级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 但是SBTC要正式上线 需要等到比特币减半之后的两个月 按照现在比特币挖矿的进度 减半还需要120天 而SBTC要减半之后的两个月 也就是差不多距离现在180天半年之后 届时整个市场应该是在 红红火火的牛市当中 可能SBTC的出炉 可以引爆下一轮的牛市 所以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 如果大家对比特币生态感兴趣 可以关注我们TOKCHEN的视频 打开订阅 可以和我们一起研究与埋伏 如果大家关注Arbitrum的生态 我昨天也写了一篇推文 介绍了Volka新一轮的活动 只要参与就可以瓜分50多万美金的活动 这个活动采用抽奖的模式 有6000多份的奖品 如果你是一个散户 但是很有运气 你也可以拿到很大很大的大奖 搞不好这个价值10万美金的大奖 可以被我们社群抽到 如果大家参与的话 就要积累足够多的积分 加入一个强大的工会 可以快速拿到更多的分数 欢迎使用TOKCHEN的邀请码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工会 壮大工会一起拿到更多的积分 去瓜分这一次很丰厚的奖金 好啦 以上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了 希望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是CHEN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